变加变幻,望着那灰烂的天空, 晚上后,秀豪清晖,转身便是对着大厅之外,走不去。 德叔,走啊,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停留, 立刻会去平方老师,让他来查清这三位神秘强者的身份。 望着那烟然的修长的内容,隔夜略被吃饮了一下。 开头望着那扩崽的天花板,到海中再不闪现了那黑桃之下,精虚的地理。 绝对不会是小家里的小子。是不看错,很很厉害, 压彩也有压力。